好,我們再來介紹這個是德國牌的 那它真的是免安裝,它沒有安裝的 那本身呢,如果老師會得穩,一個檔案就好了 不會得穩,多一個翻譯 所以,您進到這邊來 有沒有,從這邊直接下載就好了 您如果用安裝板,就是 它的安裝板是只有得穩的,反而比較麻煩 如果你不會得穩,所以我都會用這個 那它使用方式跟我們剛剛那個其實非常像 您就直接從這邊下載 檔案比剛剛那個再更小一點 有沒有,這樣就下載下來了 那您打開的時候呢,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 您在打開這類的檔案的時候 您如果點這邊打開,因為大部分老師很多習慣都直接 點了就打開對不對 你如果喜歡這種方法的 至少也要揮一種比較人性的方式 好,這樣子 就是你都把它關掉吧,把它收起來 現在是不是進到壓縮檔裡面 按著它丟出來也叫解壓縮 可是我現在不太清楚為什麼都會有錯誤 我不知道老師的會不會 你們的也一樣嗎 也是一樣 待會兒你試看看好了 好,我隨身點面有,所以我就直接打開 有沒有,就這個檔案而已 加上一個翻譯啦 這個翻譯就這樣 那打開之後 有沒有發現人家點點站在這裡而已 是不是也是很小 對不對 那等你要用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們要講解這個過程啊 按一下開始 有沒有發現工具就出來了 比較像一般那個電視節目或者 氣象報告那個有沒有 好,那所以一樣 左邊是螢光筆 右邊是實心筆 所以你就看一下 如果你要用這個 就按捏 有沒有,也是很快 啊,叫同學呢 好,請看這一邊 你就勾一下這樣也可以啊 因為這樣比較漂亮嘛 自己用勾的不好看啊 哈哈哈哈 好,啊你如果這樣 不要隨便亂看 老師不要隨便亂看 把它打開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 那都一樣 可是它的功能是比較完整 因為你有可能需要放大 有沒有發現我網址這裡可以放大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放大不太好 我希望完整的放大 你可以用這個地方 這樣就是整個螢幕都是你們家 你可以比較完整的放大 然後你在做縮小 那它也可以把它 把你畫好的直接存下來 好,可是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當你離開之後 筆畫就沒有了 我們剛剛那筆記是會留著 可是這個你看 再打開 是不是就沒有了 要重新再來 要重新再來 所以說 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看老師的需求 那這一個 Point2Feed算是比較久的 就比較久 它我覺得也還不錯啦 也還不錯 就是功能完整 雖然沒有很多的那種 比較炫的功能 但是至少 使用起來沒有什麼太大負擔 OK 好